卫福部在今年才调涨健保费率 但因为明年度的健保总额即将突破了8000亿大关 而安全准备金却低于一个月 所以外界非常担心该不会又再度的调整吧 再来就是罹患慢性病的人口增加 但也因为健保的财务困难 所以住院看护费依旧是采取专案事办 没有纳入健保给付 根据健保资料统计 国人每年平均有350万人次来住院 而住院每一次平均的天数为9.29天 如果是家人住院的话 除了是花钱请看护之外 就是自己请假 但是呢花钱请看护 一天平均的费用为2400元 也成为民众庞大的经济负担 老龄化社会来临 慢性病升行率急速上升 一员一楼满满老龄病患 旁边服的后头推的步伐都是看护 因为民众上班实在分身乏术 我外婆就是心脏有一些状况 就心脏衰竭这样子 那她目前是94岁这样子 那因为她心脏衰竭的关系 那我们家人就需要照顾 可是因为我妈妈也七十几岁 那医院的话就是势必 真的是要有看护 不然就是我父母或长辈 来轮的话也没有办法 现行状况聘雇不易 费用高昂是民众压力主因 看护随即派遣 缺乏培训也危急照顾品质 为了减轻民众经济压力 维护部研拟住院整合照护计划 预计未来将住院看护费 纳入健保给付 看护纳入之后 除了家属不必在那边 找看护找得很辛苦以外 第二个它最重要是 纳入管理跟培训 如果是每个家户一天花两千四 然后以我们的住院天数 其实都是数百亿 有五六百亿之大 是民间现在自己在付 那为什么不把这笔钱 投入在健保中 若将住院看护费 纳入健保给付 草案以健保支付750元 民众负担900元等部分负担方式 以目前全台急性病床数 占床率来推估 前三年30%到50%的病床 加入计划 所需经费大约是 四十七点五亿到七十九点三亿 并由医院依照民众需求 协助安排照护人力 但医院对此有不同看法 那我们医疗机构 其实上也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 那个压力就是说 我们过去是要招募医疗照顾 护理师啊 这些医事人员 事实上我们有时候在招募上 就有这个经营管理上的一些 招募上的一些压力 如果说今天要把生活照顾的这些人 也纳入医院的管理的时候 那变成责任就是有医院 要完全的承担 不止洪子仁前立委 医师林静怡也在脸书发文提出质疑 健保支出跟给付如何平衡 甚至不压疾 如何有更好的制度 让患者与家属更倾向回到社区 机构而非更倾向急性病床 而且健保财务压力日益沉重 明年度总额将首度突破8000亿大关 但安全准备金 却只剩下0.61到1.03个月的保险给付支出 医疗的一个技术精进费用也会增加 所以这个是一个趋势 那我们在现有的资源下 我们当然希望说用在刀口上 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就是说使用者付费原则 什么叫使用者付费原则 就是说多用多付 少用少付 我们不要大家一起涨健保费 但是如果你本身不是因为极难重 到医疗机构去就医的 那你可能要多付出一点部分负担的费用 随健保总额首度突破8000亿大关 但卫副部长陈时中直言 没有调涨费率准备 只是面对国内医疗需求与日俱增 健保改革势在必行 以防健保破产 TVBN新闻陈建民王卫庭台北报道 美国FBI公布了一份犯罪报告 显示谋山的数字比起前年同期 是飙升了将近30% 纽约时报就分析了 说谋杀率之所以会飙升 是跟美国饱受疫情困扰有关系 就是为什么呢 再交给一轮 接下来我们镜头转到美国 美国的FBI 也就是联邦调查局 最近公布了一份统一犯罪报告 就发现说2020年 就是去年 谋杀案件数是比前一年 还要高30%左右 这是单年最大的升幅 到底怎么回事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戏旧谋杀 抢劫 袭击跟侵犯 其实都蛮多的 暴力的犯罪率在一年内 是增加了5% 谋杀率也比前年多了4901戒 所以平均每一天都有59个人遇害 这数字确实非常的惊人 到底为什么呢 人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纽约时报就分析说 2020年就是有新冠肺炎疫情 所以美国人的经济 还有精神压力都增加了 数百万人都失去工作 还有房屋 绝望的气氛就助长了犯罪的行为 甚至有分析师说 在美国这边 够枪的数量也增加 也是一个原因之一 像是去年凶伤案中 大约有77%的 都是枪击所造成 而且平均起来 较10年前是增加了10% 所以也创下了新高纪录 在新冠肺炎出现之前 肺炎就经常位居国人 十大死因的第三位 而现在随着时序进入秋冬 又到了病毒活跃的季节 光靠新冠疫苗是不够的 尤其是对于长者 或者是重大伤病这些族群来说 最好再搭配接种流感疫苗 跟肺炎练球剧疫苗 因为就算是不幸染疫的话 也能够大大的降低 并发重症与死亡的风险 新冠肺炎疫苗到货 是否能提供长者 完全接种两剂的时间 难以掌握 而今年秋冬季节性流感疫苗 及肺炎练球菌疫苗 应及早接种 研究显示了 只要有接种流感疫苗 及肺炎练球菌疫苗 高风险族群 即使感染了COVID-19 也能大幅降低 并发重症与死亡的风险 新型冠状病毒疾虐全球 但有机会导致严重肺炎 甚至死亡的疾病 可不只有进行冠状病毒疾病 在新冠病毒出现之前 肺炎就常居 国人十大死因的第三位 所以进入秋冬之际 要预防肺炎 除了COVID-19疫苗之外 流感疫苗 肺炎练球菌疫苗的接种 也是非常重要的 六数岁以上长者 可能身体机能衰退 抵抗力下降 罹患流感后 引起严重病发症 如急性肢气管炎肺炎 及住院与死亡的几率 远高于其他年龄族群 肺炎练球菌经常潜伏在人类鼻腔内 并可透过飞沫传播 一旦感冒或是免疫力降低 快速复制的肺炎练球菌 可侵入呼吸道而引发肺炎 其中又以5岁以下幼童 及65岁以上老人为两大高龄病率的族群 其他不论年龄也得理为高危险的族群 包括有皮肠功能缺损或皮肠切除 先天或后天免疫功能不全 人工耳植入者 有慢性疾病或接受免疫之际 或发射线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 以及器官移植的患者 基本上流感疫苗跟新冠疫这个病毒 基本上它预防的是不同的两个病毒 但是从过去英国的一些研究发现 他们如果同时感染新冠肺炎 跟流感的一些个案 它的这个死亡率 是比单独感染新冠肺炎的死亡率 要来得高 如果打完流感疫苗之后 得到新冠肺炎的话 重症的比率上 不管是插管的比率 败血症的几率 还有到急诊就医的几率 有打流感疫苗的民众 都要比没打流感疫苗的民众 要来得低 慢性的心肺疾病的这种高风险患者 也建议应该接受这个肺炎链球菌的 这个疫苗的注射 那我们在接受流感疫苗 以及肺炎链球菌疫苗 这些疫苗的注射 应该跟新冠疫苗的这个间隔的时间 一般建议是要七天以上 那同时在接受注射的时候 也要经过医师的评估 只要你没有一些急性的发烧 急性的疾病 临床状况稳定的话 原则上都能够接受这样的疫苗的注射 美国研究对于过去曾经施打过 13架肺炎链球菌疫苗的 65岁成年人的回缩性调查 发现可减少三成的确诊 那若不幸得了新冠肺炎 也减少了三成的机会 变成重症或死亡 但病人若同时不幸感染了肺炎链球菌 以及新冠肺炎 又比单独只感染了肺炎链球菌的死亡率 高出了7.8倍 那接种肺炎链球菌疫苗 就能降低万一感染新冠病毒之后 激发性的细菌感染 并发重症或者是死亡的风险 医师提醒 今年秋冬抗疫大战 光靠COVID-19疫苗是完全不够的 尤其是对长者与重大伤病等族群来说 接种流感疫苗与肺炎链球菌疫苗 可加强防护 TVBS新闻 陈鲁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漫淘体产业蓬勃发展 却面临隐忧就是人才荒 所以联发科的董事长蔡明介 甚至亲自向媒体来投书 她以损及国际的竞争力 以及动摇国本来形容缺人的问题 有多么的严峻 瑞士洛桑管理学院最新公布 2021世界数位竞争力调查 台湾在全球64个经济体中 首度挤进前十强排行第八 其中细部指标 全国平均总研发人力高居世界第一 另外高等教育成就 研发占总支出比例名列第三 然而国内科技大佬纷纷示警 包括台积电董事长刘德英 鸿海董事长刘阳伟 和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都表示 台湾半导体出现人才荒 如果再不改变 势必威胁国家竞争力 看到产业警讯 清华大学多年前便耗资近七亿 打造上百间实验室 提升物理材料化学化工等 跨领域基础研究 其中半导体无程式 更比照业界高规格 把四寸晶圆放上机台 利用光的折射分析材料厚度 镀膜能否均匀厚薄适中 参数控制都需要精密计算 这些造价动辄成千上百万的器材 是清大无程式基本配备 防框区它的目的就是 可以当成是我们在写底片 写照片一样 把我们样的图形写上去了 接下来才会结合我们的度模 时刻这些步骤 半导体制程不能单纯只上谈兵 学习场景从教室搬到无程式 学生实战经验更加分 让他们在学生时期 就能够开始了解 这个产业界上面的一些技术的瓶颈 跟未来发展的一个状态 那更重要的是 培养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管是学过的问题 或许是新的问题 他也有这种灵活的脑筋 去解决它 而且他还要能够发明新的东西 创造新的领域 因为你假使你能够创造新的领域的话 让别人来追你的话 你就省事了 林本坚是中研院院士 也是前台积电研发副总 现在半导体高阶制程 所用的净润式围影技术 就来自于他的发明 为培养高阶精英人才 清大今年7月成立半导体学院 与台积电 立基电等11家企业联手 预计每年招揽80名硕士生 20名博士生 唐企作育英才重责大任 就是他要做得很深 而且要做得很有效率 OK 那我们是把那个博士的年数 跟国外的博士的年数看起 国外有些博士4年就毕业了 课程的规划 甚至我们会考虑到 是不是要出国进修 乃至于跟企业的这个 共同规划各个学生的这个 企业的学习课程 以及业师的介入 其他顶尖大学 包括阳明交大 成大和台大 也成立半导体学院 引进业师与国际资源 希望有助于解决高阶人才荒 有一些高阶人才 他不见得一定要去 一现场跟人家挤破头 其实到二现场里面 其实可能可以担任更高的职位 也会有更好的发展 所以或许是我们的人才 要换个面相去思考 人才的职与量 有关半导体竞争优势 国内产学界正极其直追 TVB新闻 郑慎为代元丽 台北新竹采访报导 不少银法族有房产 却不懂该如何来创造金流 所以不少银行就把 一方养老结合了信托 也就是民众把不动产设定抵押 那么在贷款期间 金融机构每个月都会拨付 固定金额的养老金 作为老年的生活保障 走出电梯 房东太太苏小姐 来向客户递交资料 这次我在106年的时候 透过法院有用一个比较优惠 低于市价的方式 取得的一个房产 那目前的话就是出租实用 一层楼两户联通 租给科技公司当办公室使用 这栋位于新店区的商办大楼 目前正在拉皮整修 良好的管理制度 不愁没人乘租 苏小姐本身有稳定工作 而家里长辈 其实名下也有房产 只是该如何处理 才能创造最大效益 也到了必须打算的时候 将房产出租是不错的选择 但相关细节千丝万缕 许多长辈可能一窍不同 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 年老后的生活规划 是现代人必须学习的课题 现在就有银行业者 锁定名下有房产 但是并不熟悉租赁与管理 上官适宜的银法族群 推出已租养老的方案 只要支付一定的费用 所有的出租管理细节 通通交由银行处理 现在市面上包含华南银行 国泰市华 以及兆丰银行等 共14家银行提供已租养老的服务 银行会与专业包租贷管业者合作 并透过信托方式 替客户做资金管控 那一般的族群上面 除了是说年长者 还有一种状况 就是说可能他常年不在国内 可能常常要出国工作 那他手边有闲置的房子 那其实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 那交给银行这边信托给我们 那我们再委托这个专业的贷管业者 然后去做全方面的服务这样子 那他注定其实金流部分 他也可以放心 不少长辈担心出租房屋会遭到诈骗 此时正能透过银行的已租养老方案 将房子设成信托基金 由银行保管并收取管理费 屋主则能得到稳定的现金来源 只是这项制度的适用族群 比较适合至少有两栋房产 且经济无余的民众 那银行的管理这信托管理费大概是这个 平均给仲介月租金的可能超过一倍以上 所以对屋主来讲 你给银行拿去出租设信托账户 好处是什么 好处是省麻烦 而且每个月银行会给你一笔固定的钱 这个都是不变的比较稳定 那给仲介去租有什么好处 就是你的付出的仲介费比较少 成本比较低 但是你要自己去收租比较麻烦 那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方式 就是说直接交给政府去参加包租贷管计划 你甚至不用成本 还可以从政府那边领到补助 因应高龄化社会 各类服务长辈的金融商品也应运而生 提供理财规划不同的选择 TVBS新闻旭昆山顾上军 台北报导 尽管三级警戒已经解除 但民众的饮食消费习惯已经出现改变了 包括外带自取 外送以及调理食品等都成为新的心态 新鲜肥美的龙虾 还有各式各样的海鲜 光用看的就口水直流 不怕疫情搅乱 餐饮业随着市场需求改变带动下 民众越来越习惯的外带模式也在进化当中 把餐点完成之后 我们就会放在我们这个特制的一个餐盒里面 把餐点一样样装进餐盒 但这可不是一般的餐盒 卡片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每天我们自己的员工会利用时间 去做到一个切割 像是他要庆生 或者是过周年的话 我们都可以另外再帮他去做调整内容 从手工立体祝福卡 全套金色餐具 特制幸运饼干 最后还有餐厅老板 亲手签名手写小卡片 这样整套才算完成 在疫情之前 我们餐厅99%都是只有做内用 实在没有办法内用的时候 那我们是想说 外带不要只有食物本身 可以让客人就是除了食物之外 还可以体验到其他的心意跟仪式感 然后这边呢 猪脚跟龙虾的部分 我帮您放在一起 虽然餐饮的本质没有改变 但细微的变化正在发酵 过去简易型的包装 随着消费习惯的改变 也一步步跟上未来的市场需求 除了餐点还有餐盒的设计以外 其实餐饮业者最担心的是 食物到客人手上 热食都变成冷食了 所以在保温上面也要特别巧思 看食物拿起来呢 下面还有一个暖暖包 它不是给人用的 是要给食物保温用的 加强保温效果的包裁 完善熟食外带外送市场的主要诉求 除了能解决热食变冷的问题之外 还能进一步拓展外送的服务范围广度 尤其根据统计 消费者外带自取与外送的比例 疫情间有84.4%和62%的支持 而疫情过后还会继续支持 仍有63.4%还有39%不低的数字 饮食习惯正在转换 而环保意识也得跟进 打开餐厅外代附的餐具 仔细看从颜色到材质 这双筷子怎么跟印象中的免洗筷不一样 包可快它本身闻起来 有一股淡淡的米香味 同时我们也保留它的原色 咖啡的原色并没有加以软色 包可快它可以耐热约120度 同时在清洗之后也可以来反复使用 因此消费者在体验美味餐点的同时 也可以删近爱护地球的责任 吃完了餐具洗一洗还能再使用 已经成了不可逆的趋势 根据环保署的调查资料 台湾人光在疫情前 每年就用掉45亿的免洗块 总长度能够绕地球20圈 疫情又加速了一次性餐具大量的使用 光去年纸容器回收量逼近22万公顿 比前年多出了一成五 今年上半年回收量7万4千多公顿 又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五六月三级警戒之后 月平均回收量也高于一到四月 几波疫情加上一场三级警戒 让全台饮食消费习惯彻底改变 餐饮业重整外带外送模式 业症促使着消费者体验再升级 今日的新闻 钟德荣重温月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